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非常好了 每个人的手里面都有了一部非常智能的手机 我们在街边都会看到很多手机店 为此很多人都感觉非常好奇 街边很多手机店一周都卖不出几台手机 为何却活得很滋润呢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很多原因的 第一个就是手机它本身能够赚取的利润就非常高 像现在很多非常知名的手机 人们卖出去一部之后最少能赚一千元 一个星期卖出三四部 一个月就能够赚到上万元 第二个就是手机产业的延伸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的话 就会发现现在没有一家手机店是专门买手机的 人们会销售一些耳机充电线等等 这些东西的利润也是非常高的 很多手机店都是靠这些配件来赚取利润 而且像很多非常出名的手机公司 还会定期给每个商家补贴 第三个就是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有遇到过 手机店里面推荐一些套餐 或者是手机分期付款的事情 要知道在这里面是有很多门道的 在这背后有很多运营商或者是金融公司 如果商家将他们的东西推销出去的话 就会得到一定的佣金 收入非常高